第142集 张叶杀起腾腾的出生 但拦在张叶前面的几个人 每一个都有着五到六重的修为 在二十块精气石的诱惑之下 这五六个人没有一个退缩的 甚至有一个人还出声讥笑道 哦 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杀我的 他的声音还没有落下 张叶的身形喜然来到了三丈之外 手里的重刀重重地斩出 一道可怕的龙卷风陡然间出现 那个人连话都没有说完 就被这一道龙卷风锁定 他大害之下正要施展手段 却见眼前黑光一闪 一道黑漆漆的刀器 瞬间就没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将他斩成了两截 一个五到六重的高手 竟然一刀之下就被张叶斩杀了 这让几个阻拦张叶的人都大吃了一惊 张叶的破山斩 发道 刀势一出就绵绵不断 这几个人吃惊的时候 张叶手里的重刀 张叶手里的重刀瞬间斩出了四刀 每一刀都斩着雷露 这四刀斩出之下 那四个阻拦着张叶的高手 竟然都被斩成了两截 有两个人被斩断之后 还没有死掉 瞪时发出了可怕的惨户之声 好可怕的实力啊 这五个人都有着五到六重的实力 没想到一刀就被斩了 这人的刀法好快 好精妙啊 看到张叶如此的凶猛 那些打算阻挡张叶的高手 都熄灭了心思 闪到了一边去 精气石固然是好东西 但如果命都没有了 那再好的东西也是没用了 送 趁着众人闪避的机会 张叶瞬间掠出了数百张 这时候张叶离蟒蛇大则的入口 已经很近很近了 见到张叶大展神尉 连续斩杀了六名高手 震慑住了下方的舞者 梅七爷心里不由的一急 他这一次前来 可是得到了死命令的 如果无法将张叶擒下来 他根本就无法向公子做交代 狠狠狠地咬了一下牙齿 梅七爷再次地大喝道 诸位 只要帮我拦一下此人 我本人在奉上四十块精气石 四十块精气石 蟒蛇大则外围的舞者们 目光射出了贪婪之色 他们冒着性命危险 进入到蟒蛇大则里面 待上一两年 也无法获得四十块精气石 现在 只需出手阻拦一下 立即就能够获得四十块的精气石 这种好事哪里找得到啊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听到梅七爷许下的巨额报仇 一个手提常见的灰衣青年人 当时施展身法 落到了张叶的前方 灰衣青年人 有着五到七重初期的实力 表面上实力比张叶要高明得多 他身子落地 盯着张叶 呵得 本人乃是二城主的第五弟子 小子 你给我站住 蟒蛇城 一共有着两位城主 两位城主 都有着半步真道的修为 随时有可能进阶到真道 半步真道高手的弟子 身份非同小可 即使是五到九重的高手 也不愿意得罪 不过 张叶对这个灰衣青年人的身份 却是不屑一顾 不管对方是谁 既然敢拦在他的前面 那么 就是他的敌人 对于敌人 张叶是从来不会手软的 找死 张叶大喝了一声 手里的重刀骤然的尸城开来 一道可怕至极的龙卷风 陡然间 就将这个灰衣青年人 牢牢地锁定住 灰衣青年人 哼了一声 他的身子陡然一阵 体内的气劲 像是潮水一般涌出来 迟迟地轰击到了龙卷风上面 张叶发出来的龙卷风 刚刚出现 就被他破解了 但龙卷风 只不过是张叶进攻的前奏而已 灰衣青年人 刚刚将龙卷风破解掉 张叶手里的重刀 已经全力地施展开 一道黑漆漆的刀芒 以一种比声音 还要快得多的速度 骤然展向了灰衣青年人 灰衣青年人冷冷一笑 手里的长剑化成了炫目见光 就像是一层层的厚实墙壁一般 挡到了他的面前 他已经看出来了 张叶的修为 只有五到五重初期 刚才能够连续地斩杀六个高手 一个原因是 那六个高手太过于轻视 第二个原因 则是张叶的炼体弓法 太过于强悍 刀法太过于犀利 他的实力远胜于那六个高手 并且他看了张叶的出手 对张叶的刀法 已经有了一点了解 因此 他并没有与张叶对攻 而是施展出一套防守剑法 牢牢地挡下张叶的攻击 只要将张叶挡下一会儿 拖延一下时间 四十块的精气十九到手了 回忆青年打算拖延时间 张叶却不会和他客气 张叶刚才已经看到了 那只五彩长尾笛的上面 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正是煤气野 而另一个全身漆黑的人 身上带着的那种可怕气息 即使是张叶 也感觉到心惊 张叶暗暗地顾及 这个全身漆黑的青年人 至少也有着五到七重 后期的修为 即使以张叶的实力 也不愿意碰上这么一个高手 张叶的重刀 正正斩到了 灰衣青年人的剑墙之上 这个灰衣中年人感觉到 一股可怕之极的劲力 骤然地从张叶的重刀之上 传过来 他施展了八成力量 布下的剑墙 差点就被张叶的重刀 展开了一个洞 灰衣青年骇然大叫了一声 他全身真气骤然涌出 面临生死关头 灰衣青年丝毫不敢保留 他使出了十二成的真气 在十二成真气的催动之下 剑光像是实质一般 尝尝尝尝 张叶的重刀骤然旋转起来 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 从重刀上面发出来 灰衣青年池感觉到自己手上的剑 一沾到张叶的重刀 竟然变得轻了起来 短了起来 张叶手里的重刀 就像是一条可怕的黑龙 不停地吞噬着灰衣青年人的长剑 在灰衣青年人魂飞魄散之中 长剑陡然断开 灰衣青年人刚刚想出声求饶 张叶的重刀已经拖拽着一道长长的刀器斩刀 闪天间将灰衣青年人的身子斩成了两截 灰衣青年人被斩成两截 瞪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他瞪着张叶的身影 撕声叫道 你竟敢杀我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师父和师兄 一定会给我报仇的 一定会给我报仇的 师兄 快来救救我 被这个灰衣青年人一拦 五彩长尾笛已经飞到了地面屹立之处 再飞低一点 五彩长尾笛上面的那个可怕高手 就能够出手攻击了 在这种时候 张叶哪里有时间理会灰衣青年人的临死惨糊 谁杀了我的师弟 就在张叶急速飞略的时候 一个雷霆般的声音 陡然间响了起来 这个声音暗含真情 修炼低一点的舞者 被这个声音一震之下 瞪时脸色苍白 而即使五到七重的高手 听到了这个声音 心中也似是被重锤狠狠地轰了一响 飞在半空中的五彩长尾笛 这时候 已经快落到了地上了 被这个声音一震 这只五彩长尾笛 瞪时被震得全身一抖 差点就从半空中跌下来 灰衣青年人听到了这个声音 涣散的眼神之中露出了一丝喜色 他大叫道 阿尔师兄 阿尔师兄 快来救救我 快来 救救我 灰衣青年人的声音还没有落下 一个蚂蚁长发的中年人 皱然间就出现在灰衣青年人的身边 这个蚂蚁中年人背后插着一柄长剑 两只手掌翻着一种淡淡的红色 身上带着一股无形的围压 把方圆数百丈都笼罩了进去 感兴到这个蚂蚁中年人气息的舞者 脸色都是大变 纷纷地退避到了一边去 见到这个蚂蚁中年人 灰衣青年目光之中闪着浓浓的怨恨 他指着张眼的方向 叫道 阿尔师兄 你来得正好 就是 就是他斩断了我 害过 杀了他呀 蚂蚁中年人微微点头 他看着灰衣青年人 叹道 师弟啊 你安心地去吧 那个人 我会杀了给你报仇的 灰衣青年被张眼斩成两截 他的内脏都已经散了出来 体内的经脉 也被可怕的刀器摧毁 能够撑到这个时候 已经是奇迹了 即使以蚂蚁中年人之能 也无法将他救回来 听到二师兄的话 灰衣青年人目光之中 露出了一丝惊恐之色 大叫道 二师兄 你一定要 救救我呀 我还没有死 我可以活下来的 不要啊 蚂蚁中年人微微摇头 他的一只淡红色的大手 微微一按 啪的一声惊响中 灰衣青年人的头部 已经被蚂蚁中年人 按得粉碎 当场气劝神网 而就在灰衣青年人 气绝身亡的时候 蚂蚁中年人的身形 轰的一声大响之中 陡然消失在了原地 蚂蚁中年人 修为极其的可怕 而他的身发同样的可怕 他的身发一施展出来 速度就比伤眼还要快 那一声的轰响 正是他突破了音速室 产生出来的音爆 凭着这种可怕的速度 蚂蚁中年人瞬息间 越过了千丈的距离 遥遥地朝着张眼而去 啊 在中年人的声音刚刚出现的时候 张眼就知道不妙 他体内的龙象之力疯狂涌出 整个人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 行云步被他施展到了极致 瞬间摆战 这速度已经无限地接近音速了 爽 在蚂蚁中年人离他还有数百丈的时间 张眼的身子陡然间落入到了蟒蛇大泽里面去 消失在浓浓的云雾之中 蟒蛇大泽里面全是厚厚的淤泥 这些淤泥的上面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 而淤泥的下方则是深不可测的爪洞 张眼一落入到蟒蛇大泽里 整个人立即就往下方沉去 蟒蛇大泽的泥土 暗暗地带着一种血腥味 而里面的水更是腥臭至极 那些进入蟒蛇大泽去斩杀蟒蛇的舞者 也不愿意喝这些水 但水再腥臭 张眼也只能是咬牙神兽 来神的实力高得出奇 至少也有着五到八重的修为 这么可怕的凶手 张眼万万不是对手 为了活命 张眼不得不钻到沼泽的下面去 张眼闪电一般地沉到了沼泽下方 最后收敛了全身的气息 进入到了专气至柔的修炼状态 进入专气至柔这种修炼状态 张眼的全身气息立即被收敛到了极点 整个人就像是沼泽里的一块石头 呼 张眼刚刚下潜不久 那个蚂蚁中年人就感触到了沼泽之中 就像是鬼位一般凌空而行 身子带起的可怕狂风直直地冲击出去 沼泽都被冲击出一道数丈宽的泥沟来 蚂蚁中年人以一种快速绝伦的速度 迅速将方言无理搜索了一遍 找不到张眼的影子之后 他的目光之中 微微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 最后迅速地返回 像是钉子一般 落在了一根尾杆之上 蚂蚁中年人盯着沼泽 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以他的速度 不可能赶不上张眼 张眼一进入到沼泽 立即就失踪了 这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钻到了沼泽下面去了 沼泽下方漆黑一片 腥臭无比 以蚂蚁中年人的身份 他当然不可能钻到下面去 不过他虽然不想钻到下方去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搜索 修为到了一定的境界 全身的感官就会异常地灵敏 蚂蚁中年人的修为极高 对气息的感应更是敏锐异常 他只要慢慢地适应下去 定然能够找到张眼的踪影 蚂蚁中年人从沼泽上 一步步地走过 全力地感应起张眼的气息来 以蚂蚁中年人的修为 即使沼泽下方的一只小小的虫子 也逃不过他的感应 本来他以为 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就能够将张眼揪出来的 但出乎蚂蚁中年人的意料 他将方圆无理都搜索了一遍 始终找不到张眼的气息 张眼就像突然间消失了一般 居然能够逃过我的感应 这小子有古怪 蚂蚁中年人脸上露出一丝惊喜之色 不过他虽然有些惊异 却也不怎么放在心上 他知道沼泽下方 没有任何的空气 他只需等上一段时间 张眼自然而然就会跑出来 让他杀死 况且 这沼泽的下面 看似平静 狮子处处蕴藏着杀机 一些巨大的蟒蛇 就躲藏在下面 扶着钻到沼泽下面去 简直就是找死 第一天 沼泽丝毫没有动静 第二天 沼泽里还是没有动静 第三天 沼泽里依旧没有动静 第四天 沼泽里仍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连续四天的时间 没有任何的动静 蚂蚁中年人有点坐不住了 他起身 朝着方圆 见到这片沼泽 沼泽 依然静悄悄的 就哼了一声 自言自语地说道 即使是一个五到七成的高手 也绝不可能在沼泽下面待上七天 现在七天时间过去了 这小子 这小子依然不见动静 看来 这小子 定是被蚒蛇吃了 得出了这个结论 蚂蚁中年人不再停留 他衣袖衣服 朝着蚒蛇大泽之外 而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